你们也是骗子吧 让你们开发一个小程序 怎么还收云服务器的钱呢 这是我今天遇到一个客户啊 他跟我说的话啊 整得我都尴尬了 事情是这样的啊 今天下午一个网友找我说说 他要开发一个社区的 家政服务的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主要涉及到什么家政服务啊 什么上门维修啊 什么上门厨师 上门美容美发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最近的疫情啊 就是这种他需要做一些上门服务的 一小小程序 我说你这是要做一种信息平台吗 就是用户下单以后 你们线下派人过去 还是要做一个让服务人员就抢单的模式呢 他说就是做一个平台 也不想做成就是线下安排人的模式 那种效率又太低了 而且还需要很多人 然后再问他们有几点 有没有时间什么之类的 这种就是太浪漫时间了 所以我就想做一种平台 让用户下单 就是服务人员自动接单 就是上门做服务 然后我们平台呢 就是收钱 以后就是扣除平台服务费 把剩下的钱 就是自动给那个服务人员 我说 你这种就是类似于 就是每团套auto模式吧 就会是类似于第一打车的模式 平台啊 只是做一个信仪匹配 不做真正的业务运营 然后就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吧 就是把需求就是做了简单的梳理 最后我把工期和报价都发给他了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系统一共包含这个三块 就是分别是用户端的小程序 还有服务端的小程序 再就是后台数据管理系统 工期呢是两个多月 然后费用是8到10万块钱 然后还包括其他的就是三方的费用 比如什么小程序认证费啊 每年300块钱啊 什么小程序开发平台认证费是300块钱呢 还有是玉米人的费用是每年65块钱左右啊 还有云服务器和图片存储的就是大概费用 就每年就是每年2000块钱左右吧 就是我说的是很清楚啊 平时我没给客户报价的时候 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把各个的费用的明信都说的很清楚 结果呢这个客户一看 你这费用也太贵了吧 我问问别的公司 他们做这个小程序啊 每年只需要8,900 我说你问的是SARS模式吧 他们是按年收费的这种模板的小程序 确实是模板小程序要比定制开发又便宜很多啊 这种这种就是模板的小程序都是有固定的模板的 他用他们这种模式的话就是 小程序上的用户啊 或者订单数据啊 所有数据都在人家这种服务商的这个服务器上的 也就是说 软件服务商掌握着你们的所有的数据 而如果做定制开发的话 就是所有的数据都在你们自己的服务器上 是你们自己掌握所有的数据 再一方面呢 就是这种SARS模板的小程序啊 它基本内容都是比较固定的 它是不会给你做什么定制开发的 最多啊 它是给你的需求把页面调整调整 而定制开发的话 就是完全给你的业务去做什么页面设计啊 什么后台功能设计啊什么等等吧 当然了 说是定制开发的话 做出的系统更能满足你们的业务需求 当然费用肯定是会贵一些 而模板小程序一般就是很难满足你这个所有的业务需求啊 主要是看你这个小程序啊 就是适不适合你们的 如果适合你们就行 如果不适合的话 那你没什么办法了 所以他们这个费用也是便宜很多啊 就量着的区别 我大家都跟你说了啊 你再考虑考虑吧 如果你只考虑价格的话 那就选择这种模板小程序就行了 然后这位老板说呢 你说的有道理啊 就他们就是比较固定的 没有办法实现就是家长人员去抢单的模式 就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收到订单以后 就是再找人上面做服务 就没办法自动就是给家长人员 就是家长服务人员自动分钱 我说啊 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 他们这种就是模板小程序啊 就是不是完全给你的业务做的啊 人家这种就是简单的信息平台 小程序的最拙的功能就是收单 然后老板说 那你们也不能比他们贵这么多呀 你们还收云服务器的钱 你们是骗子吗 人家公司就不收这种费用 这云服务器是干嘛的呀 为什么要收呢 你能不能给解释解释 看到了吧 就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啊 但是对于很多外行来说啊 就是很难理解 说实话啊 真的这个问题啊 我每年会真就是跟无数个老板就是解释过 今天我就把这个问题啊就好好说说 然后让很多就是对互联网不了解的老板就了解一下 就是避免踩坑吧 想了解这个问题啊 就首先知道这个什么是服务器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它 其实服务器就是电脑的一种啊 就是计算机的一种 他们比我们常用的就是家用的这儿 或者普通的这个计算机啊 运行速度也更快 就是负载更高 价格更贵一些 当然了啊 我们现在都是用云服务器 当然是可以根据这是 根据需要 就根据这个业务场景的需要 其实可以按年按月什么的去租赁 所以这种就看起来很便宜了 相比于就是十多年之前吧 就是很多公司都是自己卖服务器的 动不动就是十多万一台 还需要能放在什么机房托管啊 当时费用也太高了啊 自从有了云服务器以后啊 现在绝大部分公司都开始使用云服务器了 因为怎么说呀 这云服务器它是既便宜又灵活 它可以随意就是升降配置啊 这么说的话 就是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服务器是干什么的吧 这么说吧 就是咱们开发的小程序啊 就是就是有软件啊 就像咱们电脑上安装 这个什么聊天软件 或者停车的软件 都是一样的 都是软件 这些软件都是需要 就是安装在电脑上才能使用的 你想想 你能不买个电脑 然后就用这种软件吧 对吧 而服务器的作用 就电脑作用 其实是差不多的 或者说 咱们在这个手机上 就是安装就是下载 各种各样的这个APP嘛 如果你没手机的话 你这APP能用吗 对不对啊 所以啊 不管是APP 还是电脑上安装的 各种软件啊 都是需要硬件和操作系统 就是支撑的 没有这两样的话 就是软件都不存在了 基本上对吧 就是没有地方存在了 所以说啊 咱们开发的小程序 也是需要很多的 后台服务支持的 这些服务啊 都是需要安装在服务器上的 其实呢 咱们平时用的电脑啊 也是可以做服务器的 理论上都是可以的啊 但是自己的电脑啊 它毕竟不是服务器 它没办法就保持 常见不断 就是不中断 不当机 没办法保证 这个这个系统啊 就正常用一年 它不出问题 而且在这个性能 或者稳定性上 就没办法跟服务器相比啊 所以说啊 现在咱们看到的 所有的软件的后台服务啊 就是可以说 99.99吧 以上的都是运行 在这个服务器上的 所以说 咱们不管是开发什么 ERP还是APP 还是什么小程序啊 什么 只要是开发软件啊 都需要买服务器的 再次有点消防 三位 二位 三位 二位